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文族 昨天就有一位花友向我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快速生长期养护文族的时候 无论是浇水、施肥都是非常的细心的照顾 但是呢,就是不见它冒出侧芽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呢,就是这个盆土出现了板结或者是成碱性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盆土里面的有异物质少了 那么就会影响到这个根式吸收 它输送的养分少了,就会集中养分不足 那么它生长的比较缓慢 更何况想要它冒出侧芽,那是有点难的了 只要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给它调节土养的话 就有利于这个根式吸收养分的好 供质的养分充足了,才有利于集中生长的壮 那么它就会快速的冒出侧芽 平时养护调节土养的酸碱度的话 我们都是使用这个硫酸亚铁 既可以给它补铁,又可以调节土养的酸碱度 那么我这一盆养护的话,给它调节土养 就使用了这个1M菌原露 这种原露呢,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有异活金 它能在土养里面分解出更多的有据物质 那么这个土养的有异物质呢,就变多了 就有利于这个根式吸收,根式吸收的好 集中自然就会生长的好 每隔10天给它交换一次1比500的比例 如果我们使用喷洒的话,就可以促进它光合作用 能使这个叶片更加脆绿 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了,这一个原露呢 它是一种菌具,而不是一种肥 我们想要它生长的快,生长的状,冒出侧芽 当然是少不了虚肥的了 我们可以给它在土养表面,使用一种素效复合肥 而且呢,它里面所含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充足的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这个快速生长期想要侧芽冒得快 就要做好这一点 像这一盆呢,进入了快速生长期 这已经冒出了两个侧芽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